爱玲 北京四季酒店OPUS餐厅厨师长 在这家五星级国际连锁酒店 早餐除了常见的西式餐点 还有一道罕见的中国平饮美食 煎饼果子 来自加拿大的爱玲最喜欢做的 就是把中餐的元素加入她的菜单之中 她的美食之旅目的地是煎饼果子的故乡 天津 天津是中国的四大直辖市之一 距离首都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 天津菜我什么都不了解 除了麻花以外我什么都不了解 我期待是天津肯定有好吃的 如果我为天津的人煮饿 什么会让他们满意 我们必须看看天津有什么要求 从小在海河边长大的张浩是天津名厨 她将担任爱玲的美食向导 因为天津菜呢 它其实有海河嘛 你海是别近和海湾嘛 主要有河鲜和海鲜为主的 河鲜海鲜 天津吃早餐的非常丰富 煎饼呢 煎饼煎饼有啊 天津最有名的煎饼果子吧 我特别爱吃煎饼啊 是吗那没问题 我带你吃一家最正宗的煎饼 最正宗的煎饼果子里有什么秘密 来自加拿大的爱林 能接受天津河海两仙的传统吃法吗 她精心烹制的创意美食 又会得到什么样的评价呢 天津人是早餐为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 这跟西方人的习惯一样 不过吃法可大不一样 活着 对对对 师傅你干多少年了 现在为止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天天一样的 对 师傅我能睡一睡吗 我 来 你 我要学一点 对啊 对 对 人家都忘了 人家都忘了 好的 我做得怎么样啊 好 好吗 第一次还可以 这是我做的吗 这是你做的 哎呦 热的 太新鲜了 很热 嗯 真的好吃 对 外脆 嗯 就外面很软 很软 排队吃早点 早餐铺的红火 大大超出了艾琳的意料 坐坐坐 哇塞 天津人的一日三餐啊 早餐是最重要 最 就是最重要啊 我们小时候上学 家里必须要吃的 必须的 吃很多 一套 一大套 对 然后会有劲 然后会开始上学 嗯 烧饼加果子 再配上嘎巴菜 这是天津人喜欢的吃法 此外 还有老豆腐 炸糕 回头等等各种食品 可供选择搭配 天津地处酒和下烧 渤海之滨 几百年前就成为一个繁忙的水路码头 当年的码头工人拼的是体力 吃饱了才能有力气干活 所以早餐不仅量大 而且口味偏咸 这种饮食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 天津不愧是煎饼果子的发源地 早餐铺的煎饼摊前排满了人 不过张大厨说的最正宗的煎饼果子 要等到夜里去吃 和中国许多大城市一样 天津流行着来自全国各地 乃至世界各地的美食 不过河海两仙仍是天津人最喜欢的美味 天津人骨子里幽默爱豆乐 张大厨也不例外 艾琳在中国生活了几年 学会了汉语 不过绕口令还是有难度 碰见六身后 六叔 六叔不 海鲜跪在一个仙字 最新鲜的海鲜当然是在海里 而鱼港是海鲜登陆的第一站 汉姑去的大神唐村 是天津海岸线的最东端 天津曾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渔业中心 如今随着城市化的进程 以及渤海湾渔业资源的减少 天津沿海的许多渔村都不再打渔了 大神唐是天津最后一个渔村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一磅大对象 这三六磅 咱们这个渤海湾的 这在胳膊罩里边 肯定好吃 好吃 好吃 多少钱 一百五 一百五一斤 一十斤 汉姑本地餐厅的厨师 刘金刚师傅 也来大神唐进货 不过 他今天的收获不大 渤海大对虾过去是天津人 餐桌上的家常海货 但现在的价格可不是一般人 能够问津的了 目前正是海螃蟹 高黄巨足的时候 刘师傅打算买一些螃蟹 制作一种汉姑的传统美食 大神唐村现在还有两百多艘渔船 这两天风大 出海的渔船不多 但有些船老大却专门选在大丰天出海 这是捕捞对虾和螃蟹的好时机 近几年 出海捕鱼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受到冲击 村里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再干这个苦活累活 出海的往往是上了年纪的渔民 感觉五六个人在这个小地方住不太舒服了 真不容易啊 那在床上你吃什么 吃什么饭 出事的蝦不吃啊 这蝦是太贵啊 太聪明了 艾琳来到刘金刚师傅的餐厅 品尝她的拿手好菜 汉菇传统海鲜八大茶 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的艾琳 显然被这道超级咸的菜震撼了 为了款待远道而来的朋友 刘师傅拿出了家里珍藏的另一道美食 螃蟹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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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从武道锦岛 汉武渠染 这个夹夹都有这道 这个东西 这个可以 这么小 对 就这么小就足够了 哦 这个行 这个怎么吃啊 这个就是旧博博玉米饼的博博吃 想喝水 就是盐 盐太多了 在艾琳看来难以接受的螃蟹姜 却是老汉姑人最喜爱的美食 螃蟹姜的做法其实很简单 把海蟹剁碎 加点花椒 然后放盐 经过六个月的腌制发酵 螃蟹姜就做成了 过去生活条件差 即使是渔民 也不能天天吃新鲜的海货 他们用盐 把各种海产品腌制起来 海鲜的鲜味 海盐的咸味 以及蛋白质发酵后的特殊香味 混合在一起 成为他们偏爱的味道 经受了螃蟹姜的考验 艾琳的口齿似乎变凌厉了 过了去 打了豆 再还六十六九六豆 六三好六豆 从汉姑回来的路上 经过一大片盐厂 或许是因为这里盛产海盐 人们才那么热衷于 制作八大叉和螃蟹姜吧 哎哟 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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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多岁的史大叶 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天津味 不过和大多数天津人一样 追溯到他的父辈 就是从外地迁来的 退休前 他当过兵 开过车 在外奔波的艰苦生活 被他描述成最甜蜜的日子 因为可以到处旅行 品尝八方美食 史大叶的兴趣十分广泛 吹拉弹唱 书法收藏都有一首 不过在所有的爱好里 他最喜欢的还是烹饪 今天他打算给艾琳做一道 天津的特色美食 贴波波熬鱼 史大叶是菜市场的常客 几乎和每个摊贩 都能称兄道弟 当然他也总能谈到个好价钱 史大叶居然要用这种 比手指尝不了多少的 小麦碎鱼来做菜 这能好吃吗 史大叶家楼下的小院里 帮忙的邻居们已经到了 一条一条的洗麦碎 以及比麦碎更小的豪根 绝对是个细致活 为了做贴波波熬鱼 史大叶专门在小院里搭了个土灶 放上一口直径一米多的大铁锅 隔三差五的招呼邻居们来聚餐 有这种锅吗 这种锅真的没有 没有吧 我想我要一个 要一个 油热了以后 先用葱姜爆香 然后把小鱼稍微炸一下 再放进酱油 醋 料酒 糖 盐等调料 等开锅以后就可以贴波波了 玉米粉加水 活成面 再用手拍成长圆形的厚饼 这就是波波 就这边 往上一贴就行 弄好看点 你弄得比我好看 这时候就不用再添柴了 让灶里的鱼火慢慢烧 锅里的鱼自然收汁的同时 波波也就蒸熟了 半个多小时以后 贴波波熬小鱼 隆重揭幕了 好 一二三 好 漂亮 漂亮 正好 感觉想吃啊 很像啊 像吧 对呀 使劲 好 反过来 反过来 看 看 漂亮吧 漂亮 好 再见 波波出锅 一面金黄松软 一面焦香酥脆 由于下半截浸在鱼汤里 还有浓浓的鱼香 好 欢迎咱们的国际友人 好 吃一杯 快点 尝尝尝尝尝味道怎么样 咬口饿饿加口鱼一吃 来 放点 来 我也好 再一口鱼汤 来 想啊 而且这一家是这一家是这一家吃的 这味跟这不一样是吧 不一样 不一样 咬一口波波又香又脆 吃一口小鱼鲜香无比 这就是海河的味道 天津的味道 王老师你好 对对对 天津有名的精菜大师 王老师 你们要学天津菜吗 天津菜呀 我今天做一道天津传统的代表菜 软流鱼扇 软流鱼扇 是一道考验厨师基本功的天津名菜 原料当然是天津人喜欢的和鲜 一条七斤多的大草鱼 来一个 我来一个 好 往前走 往前走 第一个还不点的时候 这样 再来一点 我口刀再来一点 好 走 下刀 第一刀 对 好 行了 这就行了 好多了 好老师 好老师 除了刀工 挂护也很重要 单面挂护的鱼片 用油一炸就会弯成小碗状 像一把扇子 所以得名软流鱼扇 炸过的鱼肉用调料勾芡 然后再做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转 哇 哇 太棒了 吃一点吧 粘长了 来 好嘞 甜的 第一个是甜的 也有蒜味的 这道菜的真正的口味呢 是应该是鲜鲜小酸甜 这甜和酸融合 就叫小酸甜 明汁忘油 旁边有点油 这汁不容太大了 就是天津菜 溜菜的特点 金菜最看重的是滋味 味道分前口和后口 刚入口是一种味道 嚼一嚼是另一种味道 而咽下去以后 还有不同的回味 这么多的好朋友 转拍录像的哥们 我不知道他是哪的 你哥们录我没事 你弄的在座的好朋友 天津人爱好娱乐 取义是市民生活里 一种不可缺少的享受 往茶馆里一坐 喝杯清茶 喝点瓜子 听段相声 哈哈一笑 一天的疲惫 酒烟消云散了 听完相声 已经是深夜 和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一样 天津也是一座不夜城 享受了丰富夜生活的人们 此时又变得鸡肠鹿鹿 需要补充能量了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天津最好的见面 你看现在我们排的人很多 他们家的煎饼果子非常正宗 让你尝尝真正的煎饼果子 好的 为了吃到这一口最正宗的煎饼果子 天津人表现出惊人的耐心 足足排了四十多分钟才轮到了爱琳 注意到我们了 那个你吃什么 我吃一个爽蛋 双鸡蛋 双鸡蛋 果变 果变 对 我来一套素的 素的一根果子 爱琳虽然早就吃过煎饼果子 还把它列入了酒店的早餐 但今天吃的才是最正宗的 软的 然后里面很脆 是吧 是的 对 然后 你尝尝我在素的 你尝尝这个 很好吃的 它虽然说没有里面没有鸡 你尝尝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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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下锅用油煎 几点柠檬汁 再浇上加拿大蜂蜜糖 原来这是今天的甜点 花了三个多小时 爱琳精心烹制的两道创意菜终于隆重登场了 是河的味道 河的味道还是海的味道 海的味道的 看来这些老天津味对于中西河壁的味道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 用一点纸 福建福州 历史的洪流之中 这片枕山面海的土地 默默生长着自己独特的脉络 借助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当地勤劳的祖先用山珍海味搭建起了敏菜最初的活动舞台 也养成了福州人追求本位竹仙而食的舌尖偏好 入秋之后天气转凉 但随着海水温度的下降 此时正是海力收获的最佳时间 为了第一时间尝到这一口鲜 一大清早 陈丽便来到了老友龙哥的海力养殖基地 哈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今天海力怎么样 今天海力还可以 要走 我们去看看去 那我们就开船出去看一下 OK 交通不便的年代 福州人的祖先面临着山多田少 到货粮食不足的困境 选择了踏浪为路 为生存一搏 海域之上 整齐排列的福桶 构建起立农领地的坐标轴 凭借着十几年来与海风缠斗所积累的经验 龙哥的粒田 已在这片海域越阔越大 浪涌滔滔 无数次对大海的探索中 如今 福州人已依着潮汐的起落 寻找到了靠海为生的法则 小心点 来 打捞海粒是绝对的体力活 海粒可绑于粗绳 调养至水下一米处 以便可以最好地吸收到阳光和水分 七到八个月的生长周期 标准的操作流程和人力的悉心养护 是海粒进化的路标 指引着它们通向完美风味的终点 海粒 福州人餐桌上的常客 新鲜打捞的海粒 以价格的莲 味道的鲜 新鲜肥干的滋味 占据着福州人的味蕾 迎着海风辛苦劳作 这种彪悍的吃法 为力农所带来的畅快与幸福 以不言而喻 满载而归 将船上的海粒装上货车 陈力脚步停歇 要立刻返回渔村 村里还有另一群人 翘首以待着这一场丰收 坐落在海边的小小渔村 一个个由村中渔家大妈组成的据点 随着海粒卸下 已开始了分拣海粒的工作 撬海粒 这一项虽简单却耗时的劳作 赋予了村落中年长妇女们一种全新的生活节奏 随着刀尖一搭一翘 手腕一转一抠 在闲话家常间 就可以顺便赚得一份额外的收入 巷子里 因海粒交织起的生活景观仍在火热上演 而龙哥家中 龙嫂正准备为今日难得的小具 烧制一桌简单的海粒宴 烹制海粒之道 龙嫂甚是熟悉 海粒在她手下可以通过不同做法 演绎成舌尖上最为鲜美的交响 灶火生腾 一道特别的美食即将登场 海粒间 一代代福州人的成长记忆 这道菜食材易货 做法简单 曾是饥荒年代里渔民们的应急口粮 如今的生活虽已富足 这一道特别的菜肴 仍包揽下了无数福州人眷恋的味道 渔村小院里 海粒、鸡蛋、红薯粉、铁三角的组合 可以和家中的任意食材配搭兼制 烹出美味 但在福州市区 随着饮食风尚的流变 作为家常菜的海粒间 呈现出了更具匠心的一面 海粒肉、青蒜苗、胡萝卜丝、马蹄丁、红薯粉 食材的排列组合 为海粒间提供了更加鲜活的色彩和丰富的味道 아닙 mov肚 就是 Daniel 能变成的 가족 一方便 국费 人 化 饭 朝 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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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 感谢观看 感感 都有 有一个 原来 19年20年的样子吧 当时为什么会想要说 在这个江南水乡 做围炉谷茶呢 当时那会儿 这种概念 其实是不太明确的 然后那会儿 也没有成为商业模式 它就是围炉 其实就生个炭火 我们主要是还是取暖 就比如说 像我们这种户外空间 它不是特别湿冷吗 然后但是它风景又好 大家都喜欢坐这种位置 然后就显到了 把炭火升起来 会舒服一些 其实就是一个 生活化的应用起来了 生活化的应用 对 五个鹰家在湖南 来到浙江后 先从茶饮室做起 因为喜欢普洱茶 之后到云南拜师学茶 学成归来 就在书生故里 开了这间茶室 来到你茶店的人 或者说来到这条街上的人 他们是像这种 走马观花的比较多 还是说真正的停下来 坐一坐 喝杯茶 或者说去想一想的人比较多 我觉得现代人 还是比较懂得显示 一般坐下来 还是会坐的时间会长一点 并不是说打包走的会多 基本上都会坐下来 就像我们河边的位子 一般都会来讲 会来提前预定啊 或者是优先选择 这个围炉煮茶的 可能江南水仙也有离不开水吧 一杯茶 一块烤红薯 几个微橘子 坐在这间可以看到 古城水井的茶室 心也不由地沉浸下来 古城里的这片天地 让人可以放慢脚步 停下来静静地 古老水乡养殖业发达 以鱼为材料可烹制的美食 多打百种 酿草鱼是其中 很有特色的一种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 古老水乡的酿草鱼了 真的没有想到 做酿草鱼需要这么多种配料 除了草鱼之外 介绍一下这些还有什么 那个烧肉 很快热的烧肉 这个冬菇 冬菇 还有虾米 我们水乡那个虾 塞成的虾米 这个瑶柱 还有这个发菜 粉丝 非常细的 还有这个木耳 那像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猪肉 肉馅是吧 肉馅 已经过了和成肉馅了 马蹄 那个胡椒粉 还有盐 这样的揉 酿草鱼的烹纸 依照的是广东传统名菜 酿淋鱼的做法 其中最重要的工序 就是把整张鱼皮 完整地包下来 为了更好地展示 酿草鱼的制作 吕彦卿让九楼的厨师 来帮忙 改一刀 不要太大力 太用力地快去破了 那个皮就会破了 从肚子内侧 先是轻轻地来切一刀 在尾的时候再改一刀 改一下长长的 不要太用力 用那个一点力就行了 可以给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 您可以拿到这边来翻过来 对 然后刚才大概这个位置 对 然后李大厨呢 是在这边先来划一刀 对 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就是划了 叫摸嘛 摸那个皮吧 用手啊 用手就给它包下来了 用手慢慢地摸 你看 其实感觉到 李师傅的这个手在抖啊 是用很大的劲吗 也不太用大力 我能试一下吗 你可以试一下 确实挺需要很大劲的 对啊 又不能太大力 一大力就破了那个鱼皮 所以说这个力道 一定要掌握得很好 对 要是你太用力地 那个鱼皮破了 那个线就流出来了 我的手真的在抖 对啊 为什么这块就撕不下来呢 而且我就害怕啊 我用这个蛮劲儿 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皮给捅破了 所以师傅要用那个硬力 因为是当地特色菜 九楼的厨师 几乎每天都做 手法先熟 很快就把整张鱼皮包了下来 现在是把这个鱼皮包下来之后啊 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 还是一整条鱼鱼这种感觉 对啊 这个薄薄的啊 对啊 对不对 然后看一下这个皮儿多薄啊 其实我们透着这个光就能看出来啊 很透亮的这种感觉 那把它包下来这个就好了吗 可以啊 就是多这个鱼肉再腌进去 那就小孩啊和老人家就不怕那个鱼翅嘛 吃起来的时候肉感丰富一点 那这是有点像是和这个鱼肉馅 鱼肉丸子的这种做法 对对 差不多 是吧 包完鱼皮 踢出鱼刺 将鱼肉剁碎 再将猪肉 木耳 虾米等十几种配料和调料 按一定比例揉匀 然后重新塞到鱼皮里包下来 我放进去了 那就这样 每这样的样子 那然后它的这个 鱼本身的鱼形 对 给它填充进去 对 好像这样的 因为又加了一些料 肯定会比它原来的这个肉要多多了 对啊 你看 这个肉感比较丰富一点了 比那肉更多了 给它把衣服再穿上 我给大家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完整的一条鱼 但是从我们摄像机的这个角度来看 就可以看到 露馅了 对 中间它的这个肉馅就露出来了 馅儿料塞进鱼皮后 整条鱼的形状重新变得完整 接下来的工序 是下锅把鱼皮煎熟 因为鱼皮很薄 煎鱼过程中 翻鱼是个技术活 翻不好就会把鱼皮弄破 看我的肃肃行不行 哇 金黄色 金黄色 对 而且中间这个馅儿呢 煎完之后 颜色会更深一点 对 还有这个头 比较难熟一点 我们就煎一下这边 可以再浇点油上去 对 你还懂哦 现在这条鱼呢 已经是两面焦黄了 就煎好了 接下来是要去蒸了 是吧 对对对 凉冻了再切成一块块 把它放凉了 切成块再去蒸 蒸一下 表皮煎好了 但肉馅儿还没有熟 需要再蒸一下 在蒸鱼的时候 吕燕青用当天补到的鱼鱼 作为馅料包了一些饺子 因为下料是鱼肉 而脚皮薄如鱼皮 所以当地人把这种饺子 叫做鱼皮脚 鱼皮脚和酿草鱼 都是当地有名的大客美食 好 谢谢 谢谢 其实从整体上面看 真的是很像是一条鱼 只是改了刀 对 西西兰北有骨头 口感比较丰富 很像是这个藕饼 平常吃的 尝一下 很地道的水香味道 很好吃 很鲜味 非常好吃 你补的 你辛苦 吃到一块 不辛苦 这个跟运气有点关系 补到这么好 一入口 首先会吃到很脆的口感 应该是放了这个马蹄 对 马蹄 再加上刚才大家也知道了 放了非常多种的配料 所以口感是很丰富的 我觉得用广东 非常喜欢形容美食的一个词 就是檀牙 檀牙 好檀牙 就是说它很有嚼劲 这种感觉 而且真的是吃不到这个鱼刺了 品尝了酿草鱼 吕艳青推荐记者再品尝一下鱼皮角的味道 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皮真的是完全透明的这种感觉 晶莹通透 透过这个皮 可以看到它里面所有的馅料 尝一下 我感觉更清爽 更鲜甜一点 和这个鱼比较起来 因为刚才这个酿草鱼 其实吃起来 因为口味可能会比较偏重一点 因为还加了这个生抽 像这个鱼皮角 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吃 清淡一点 很清爽的感觉 好吃 餐桌上还准备了可以清干明目的桑叶汤 吕艳青说 古老水箱美食丰富 而且很有特点 他把当地的美食搬到酒楼后 不仅当地人爱吃 外地的游客也非常喜欢 那像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古老水箱 其实也是打造这个旅游业嘛 那旅游业发展之后 对于您的这个酒楼 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对啊 游客的话 游了就想到吃那个水箱的地道的美食 就想到我们古老的复兴嘛 就过来吃我们的水箱的美食 其实像清姐这样哈 虽然说现在不常住在这个古老 住在这个村子里面 但是现在像您的这个事业 还有生活 都是离不开这片山水的 对对对 古老水箱美丽的自然风光 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 600多年的积点 也让古老水箱拥有深厚的文化地云 第二天 我们来到古老镇的丽水新村 了解与佛山诗仪并称 南国省师两大派的赫山诗仪 因为上天下着雨 原本在村口举行的会诗表演 安排到了村里的醒诗馆内 今天丽水新村非常的热闹 黄师傅是邀请了 其他几个村庄的诗会来到这里 给我们来表演一下 传统的这个会诗的礼节 黄师傅 您先介绍一下 几位是来自哪里 这个是哪里 江门 从江门市过来的 那属于是哪一个诗会 江门市上午全馆醒师团 从江门过来的 您二位呢 我们是赫兰百姓长醒师队 就是其他的村庄 那您呢 我这是本村的 是古牢历水新村醒师队 后面是您的这个会棋 本村的 也就是说今天可以说是这个 以诗会友齐职一堂了 看我们身后都是 不同会诗队的队员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赫山诗以传承永续 历久不衰 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几乎村村都有自己的诗队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赫山诗以 其中的一队队伍 先给我们展示武师的采清表演 采清是中国传统武师活动的环节之一 武师过程中 狮子通过一系列的套路表演 列举历史 这个历史都是绿菊或青菜 尤其以生菜为多 有着生菜的语意 代表着吉祥美好的祝福 赫山诗源自佛山诗义 其创始人冯庚常是公认的广东诗王 他从猫的嬉戏 玩耍捕捉等行为中 悟出了赫山诗义独特的诗形猫部 也就是把猫的动作 与狮子的性格融合起来 诗形分为喜 怒 惊 乐 疑 醉 睡 行等八情 而猫部则有捕鼠 玩耍 捕鸟 高窜 低伏 跳跃 滚翻等八种形式 此外冯庚常海创立了一套雄壮 月儿 节奏感极强的七星鼓法 配合虚紧猫部的表演 赫山诗义除了单独的表演外 也会互相拜会 称为会诗 正常情况下 会诗一般在村口举行 这次因为下雨 只能在室内展示 但大家依然兴致不见 会诗有主客之风 两头狮子见面之后 要互相敬离 类似中国传统的打招呼的礼节 不同于常规的表演 会诗的时候没有勇猛的动作 两头狮子之间谦虚而恭敬 双方用碰头的方式代表握手之意 并且将嘴里的琴铁互相交换 很精彩 很精彩 刚才我们就是看到了两个不同的诗会 会诗时候讲究的一些礼节 我们一路他带我一路进去的 因为这个现场太小了 对啊 我们一路跟着他带我们领进去的 那刚才谁是主人 谁是客呢 您是主人 我们在这边迎接客人 东道主迎接客人 对 没错 可以看一下吗 请解是什么样的 可以啊 那这位师傅手上拿的是吗 看一下请帖 那我们的请帖都是比较寓意的 这个是您的师傅的请帖是不是 对 我们是师傅的 贺山市古劳镇 丽水新村省师团 对 对 对 请帖就是一些祝福的话语 这边是有这个师傅的一个简介 对 对 对 这个是他们有交演 您这儿的这个祝福帖还比较有特点 对 对 对 这边还有一些 我们给他们的吧 刚开始我们给他们的 就互赠这个祝福帖 这个我们叫交流旗嘛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 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 是吧 是这个意思 醒诗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 会诗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仪 有很多讲究 交流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碰到对方的后面 这是不礼貌的 对 真的不礼貌的 有些呢刚刚都说到的也不要太松猛 因为我们是大家开心的交流 而且我看他们的这个身姿啊都是比较低一些的 对对对对 这也是有要求的 不像我们看到武师的时候 可能这个队员会把这个尸头举得很高 对 我们会在敬酒 杯子放低 我再低一点 你低一点 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就礼节方面的问题 那一年当中啊 这个不同村庄的这个尸会 什么时候交流的会比较频繁一点 我们一般的春节 就很多时候都不在交流 然后呢有时候呢 比如打个村庄里面有什么活动 要求我们回去参加活动 这种就很容易 必须要有这个礼节去卫视 那时候就很介绍 因为天气影响 行尸馆的空间有限 诗队无法完全展示出 鹤山诗意的特点 但大家都非常的投入 正因为鹤山人 发自内心的热爱行尸 才有了鹤山诗意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他在这个地方 是个人特别想提高的 所以我现在有个人读 想要想要一个人读 我的同志 还能当后 你下降的 这么多 我现在参加